大家好 因為上一次油針不見 然後油針斷了以後 車子又開始怪怪的 像我上一遍 車子又NO GO 但是那次NO GO 是因為電品的問題 已經解決了 那另外一個新衍生出來的狀況 就變成是 冷車很容易有那種NO GO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 冷車NO GO 對了 我上一篇還有 就是火星塞頭 整個就燒溶掉 一合金的火星塞頭燒溶的溫度 我不知道看起來 有點像是燒溶嗎 如果只是那個焊點斷的話 可能溫度不用太高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第一 油針到底是跑哪去了 第二 為什麼火星塞頭 會變成那樣子 然後 再來我就在想 以精湛的花油器來說 它原廠設定的 那個混合筆圈速師 一右八分之七圈吧 基本上就是兩圈 那 為什麼 我轉到了 兩圈 二右 可能二右五分之二圈的時候 它還是呈現 它會呈現 稀薄燃燒 這就不太對啦 所以我就想說 有沒有可能是 混合筆螺絲的問題 那 我已經大致分解開了嘛 混合筆螺絲就是長這樣子 它的頭是一個尖的 然後 它的 它 如果你們有把它拔下來的話 你們要記得喔 它總共有一個 就是 混合筆螺絲 然後 彈簧 然後 一個小的 Washa 然後還有一片 注意喔 這片比較重要 它有一片小的 那個 Olin 這個 然後仔細看 你仔細看小的 Olin 它一邊是平的 一邊是圓錐狀的 嗯 應該是圓錐 平的 是電話策這邊 應該是要這樣子 因為我也是臨時起 要拆這個 因為 冷車 那個狀況 真的是很困擾我 因為 我後來發現 熱車要熱滿久 那個 濃過的狀況 才會稍微消失 所以我有在想 會不會是因為 這根的問題 混合筆 怎麼講 就變成說 我化油漆的混合筆 不太受這根螺絲的控制 像一般人都會說 混合筆螺絲不要鎖太緊 就是因為 它裡那個 化油 等一下 化油漆裡面 在裡面 混合筆螺絲孔裡面 是一個油道 在裡面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看到進去 如果說你的 你的這個 硬化的話 這個也要換掉 像我備用的那顆 就是硬化掉 好 應該是 塗裝的應該是這樣子 好 那 我拿手線桶照一下 這樣有沒有看到 它裡面是一個油道 我現在是看得出來 裡面是一個小洞 然後 我目前現在看 裡面很髒 裡面真的很髒 這樣你們看得到嗎 我在想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問題 導致 那個 就是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那個 混合筆螺絲到 有點堵塞 就 不是很正常的能夠工作 所以應該是這邊出問題 稍等一下 哇 我的化清機用完了 所以 我現在只好 就 去自油 然後加一個枕頭 就 柯南式的 那個 噴塞清潔劑 吧 嗯 乾淨多了 我就想 貨幣有可能 因為 這邊是七道嘛 那就是 這一條 這一根 這個洞 這個洞是那個 自動主封門的進氣孔 它進去以後 然後 會跟 會跟混合筆螺絲 它會結合 混合筆螺絲 它的油到 它還是跑下面這邊 因為 台灣空氣髒了 然後之前 這台車的車主 它 就知道 它也沒有在保養 所以就變成說 有可能是因為這邊 它從這邊 它從這邊 有可能是吸到什麼髒東西 然後導致 它的阻塞比較嚴重 如果這樣對下來的話 它 它這個孔是在這邊 應該是一個輔助員道吧 口袋叫很吵 沒有花清機 就成這樣子 然後你 你用去之油 當花清機的話 你要注意喔 有些橡膠物件 你不要去碰到 因為可能會把 化清機好像也會 就很容易把那個 弄膨脹 把一些橡膠物件弄得 弄得膨脹 乖乖的 然後就像我剛才說的 主要就是 油針不見以後 我一直很難問 會不會是因為從 主油孔掉到 掉到這裡面來 或者說就卡在這邊 然後導致我的代數 代數的時候 公油就 顯西寶 因為我現在這個狀況去 冷車 你在加油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不加油的時候 代數都很正常 但是你只要 一加油 那就有點像我之前說的 為什麼有些人會把那個 那個 那個加油 那個加速棒 廢掉的原因 就是 你加油的瞬間 這個是加速棒的控制片 你加油的時候 等一下 你加油的時候 然後 它會往下壓 它往下壓 以後 壓到加速棒 加速棒 就 噴油 從這邊 從這一個孔 這個是加速棒的出油孔 然後從這邊 進去 從這邊噴出來 就一定感覺好像是 加速棒 公油過濃 的感覺 所以 我剛剛本來是想要說 看要不要先把加速棒 然後 不工作 看這樣子有沒有用 但是我發現應該不會 應該是混合比這邊的問題 所以就 先不費加速棒 因為 老車的說實在的話 真的不要去亂搞 它應該會比較好 然後 你在清花遊戲的時候 真的要注意 很多東西 真的 容不下一粒沙子 所以你在組裝的時候 一定要做最後檢查啦 要不然 你整個都清完 都處理好以後 結果是因為 你在清的過程中 可能 一些小東西 髒東西 掉進去 導致你所有的 拆裝 那些全部都 潛空進去 就很麻煩 然後 然後加速棒有時候會卡住 就是因為 你的這個 防塵套破了 或者說 有朋友 那 或者說就是 這根加速棒這邊 生鏽 卡髒物 所以有時候 你們 要 注意檢查這個 就像我剛才講 那個螺絲就是 主要就是控制 油量嘛 在 上一篇有講到 化油器 混合比 螺絲的位置 決定它 控制的是什麼 然後像這個螺絲 不要注意太緊 油緊就好 就稍微手輕輕鎖 油緊以後 它會 點一下就好 因為這種螺絲 都很細 然後材質又是鋁 你真的 出太大力 就很容易把它 壓就很容易崩掉 好 我因為 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代數方面的問題嘛 所以我現在是針對 代數的東西 再做檢查 我本來想說 是不是 解氣門有問題 沒有錯 解氣門是有點髒啦 但是 應該 表面髒 表面髒 因為我剛剛有拿牙籤 你們在清化油器的時候 不要拿太硬的東西 像牙籤啊 棉花棒子還OK 因為很趕啊 所以 我等一下要趕快出門 沒有工作了 所以這個 可能這一片真的講得很亂 就變成是 所謂的廢片 然後今天拍這片的重點就是 混合筆螺絲 是 混合筆螺絲 是 混合筆螺絲孔 的 這樣有沒有看到 裡面有個小洞 那個小洞就是 混合筆螺絲 前面的這邊 這邊 前面這邊在控制 它是一個 椎體 圓椎狀 空氣流動 它會帶 相對的把 那個洞 有沒有 是下面那個洞 下面那個洞 下面有一個小洞 這邊 這邊一個小洞 空氣從 從節氣門這邊的風流出來的時候 洪溪原理會把裡面的油 往上拉 把油拉出來 然後 你如果鎖得越進去 這邊控制的 能夠流通過去的 洪溪原理能夠吸到的油就越少 你如果整個鎖進去鎖到死的話 它就吸不到油 然後 我現在是覺得說 原廠兩圈 但是我調到2又5分之2圈的時候 還是會吸火燃燒 就有可能是 這邊的髒污 導致流過去的油變少 所以我的混合筆螺絲 就要調的比較多圈 然後剛剛也有看到 就是裡面真的是很髒 可以看到很多小 有點黑黑的 有點像沙子類的那種東西 所以我就在想 會不會是因為真的是那個煙起的 然後 就大致的清潔一下 好啦 現在裡面應該是清乾淨 因為剛剛噴完以後 因為剛剛噴完以後 這東西都流出來了 所以 OK 組裝的時候要記得喔 組裝是巷子 螺絲 彈簧 像那個 挖下 滑絲墊片 然後這個 橡膠的 膠圈 然後 平面是貼在 挖下那邊 平面是貼在挖下那邊 然後比較圓滑的那一面 有點像椎底的那一面 也是朝上 然後輕輕的放進去 不要用力鎖 你就輕輕的鎖 牙會順進去 然後你會覺得 開始有阻力的時候 就是那個 膠圈已經碰到了那個 它需要阻擋的那個 螺絲壁那邊 然後這邊就開始鎖 就要小心一點 不要太大力 好 我現在這邊已經到底了 你就記得 比如說 我們現在看到螺絲的 紋路是水平 這樣子是半圈 這樣子是一圈 記得喔 是360度為一圈 然後 一圈半 兩圈 兩圈半 因為我上一篇有講到嗎 我後來的混合筆 我都是調兩圈半 那我現在就是先恢復原來的狀況 然後做大致的牽結後 還原 還原它的狀況 然後 上車 看問題有沒有解決掉 這個就是 CVK裡面的狀況 你家用門它會拉起來 再回下去 拉起來再回下去 好啦 今天大概 就 廢片拍到這邊 不要占用各位太多時間 那今天的結論是 混合筆螺絲孔 現在 混合筆螺絲孔髒掉 是真的很髒 看得出來又很髒 然後 消失的油蒸 也是不知道跑哪去 那個我就真的是找不到了 好 今天的混合筆螺絲孔 今天的混合筆螺絲孔 混合筆螺絲孔 謝謝各位 拜拜